很Q很好吃耶 它的魚漿真的超好吃的 超大雞腿牌 今天帶大家來到了新竹 帶大家來吃吃看我以前在大學時代 常常吃的三間下午茶點心 第一間是在市區已經很有名的這個雙心甜不辣 料多夠味是我的最愛 第二間剛好他在對面 過個馬路就能到的這個神仙木瓜牛乳 鮮甜綿密的這個木瓜牛乳 喝了可能真的會成仙喔 再來的話最後一間 我來到了這個新豐的這個私藏名單 炸雞腿牌烤吐司蛋 這一間是基本開賣4小時左右 就快賣光的一間店 不管是烤雞腿牌或者是布丁吐司 都是我以前最愛的記憶 我們走囉 來喔一二跳喔一二三 今天我們到新竹又開始要來吃 就是帶一如來吃以前我大學吃的小吃 那這一次來吃的是它這個巷子內的 就是它很有名的一個甜不辣跟 對面有賣一個木瓜牛奶 這就是以前我們很喜歡吃的一個搭配 走囉 雙心甜不辣 因為我剛才要拍它 然後它就說它們就全部都停住了 然後我說沒關係你們可以繼續 繼續繼續你們 小便它的辣它辣其實蠻辣的 你的主題不是說帶我來吃嗎 OKOK 我裡面每次裡面我最喜歡的就是這一個 鱈魚丸 鱈魚丸有幾顆 鱈魚丸 一顆 那你咬一半 好好好 帥的喔 它這個挺辣的 很辣喔你看旁邊 你看 辣家如何 還好 你看 味道很辣 它比較像豆瓣 嗯 很Q很好吃耶 它的鱼醬真的超好吃的喔 在大學的時候 下午就是喜歡再買一間 因為城隍有時候人太多了 然後都把你直接買 然後對面再買一間就化掉了 超爽 你吃吃看 我喜歡炸的甜不辣 勝過煮的甜不辣 我喜歡煮的甜不辣 炸的最好吃 它的味道都很乾 而且其實這個辣椒醬有點鹹 對 它的套飯其實是甜辣的 對 這個是那個燒賣 類似燒賣的東西 請吃吃看 你看裡面 對 有點像燒賣對不對 外面有加餛飩 它料真的超多的 你看 裡面還有 除了這個 竹輪 然後 鱈魚丸 然後這個長條的黑輪 還有片狀的這種黑 古早的黑輪 超好吃 然後剛剛它的那個 燒賣我最喜歡 然後再來是牛肉 菜頭 料真的超多 它味道真的超夠 這家真的好吃 吃飽以後馬上連續寄 直接到對面 神仙牛乳 來喝它的這個 烏冠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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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好喝 它會有點小碎餅 然後木瓜的味道超級重 它反正是牛奶的味道比較少一點 嗯 可是它木瓜是很甜的那一種 木瓜香很酸 而且 網式木瓜 蛤 網式 這是一個一個定牌 好好喝喔 真的 就是這樣子配一個那個 然後就肥成這樣 然後喝著喝著胸部越來越大了 你也是一路從A罩杯喝到D罩杯的人 就是 這一個的話 真的超好喝的 這一次的話 我們來新竹應該還會再吃很多其他東西 那這一個系列主要是 我們的 杭阿萊的這個 自己新竹人的 在地的下午茶 晚餐間 我們回城的時候經過新豐 我們在新豐也有找一間就是 在地非常有名的下午茶間 晚餐間宵夜 好 好 好 來幫我看一下喔 你看 有看到嗎 欸好吃耶 你幫我看一下裡面這裡 這邊有奶酥耶 它裡面是一層奶酥 然後再加這個耶 整顆的布丁 來我們點這一個 這一個你看喔 這一個是 豬排 這邊中間還有夾這個 浮原花生醬 這個是新竹超有名的浮原花生醬 老師你給我看一下裡面好不好 看一下剖面 它花生醬很多耶 真的 真的 花生醬是太奇怪了 不是啊主要是你看啊 它這個 額外你看它雞腿排也是這個 超厚的 好吃 好吃 而且你看外面外面外面 外面一直喔 車子都一直停在這邊 就大概一直來外帶 這個是招牌的 齁 每個人 每來一堆人來 並離必點的這個 炸雞腿排配 蛋加這個 小黃瓜 這是它的招牌 你看 滿滿的整個都是雞排耶 超大的 超大的雞腿排 哇 哇 哇 好好吃喔 你看 雞腿排 它那個肉超嫩的 它的外皮很酥 它外皮是很酥脆 而且很焦 你看有那種 它那個叫做炸過的那個焦香味 然後裡面雞腿肉超級嫩 而且汁超多 而且你注意看喔 它肉是有一點呈現粉紅色 有點粉紅色的狀態 它有淡淡的醃過 但是它沒有搶掉它的味道 加上它的這個吐司上面是烤這種焦焦的 而且它裡面的那個美乃醬啊 不會很膩 加上那個蛋超好吃的 好爽喔 好爽喔 這個是薯餅 然後還有火腿蛋 跟這個 它的這個炭烤吐司 還有它特製美乃滋 好那你喝喝看 你喝喝看關係先來茶 喝到 幹你媽超噁心 我會幫你打馬賽克 呵呵呵呵 你會一直抖啊 你會抖你會中風是不是 哈哈哈哈 各位這一間 完全通過我們的審查了 這一間真的是很適合下午茶跟宵夜 價格便宜 東西真的是很古早味好吃啊 我個人啊 我個人最推的 當然第一個就是 那個 雞腿排的 這個三明治 它三明治跟它美乃滋 加上那個 很嫩雞腿排真的超適合的 然後再來的話 喜歡吃甜的一定要吃這一種 輝奶奶 你注意看啊 它中間這邊是夾了一層 奶酥酥 然後中間就是整顆布丁去壓制 超爽 這女生一定超愛的 這個的話是 花生麻糬 哇 哇你看 滿滿的福岩花生耶 超爽的 有天客菜 有天客菜 真的是有天 那個 那個啊 路頂祭啊 對啊 路頂祭啊 它遇到那個神尼 我要一條踩那裡 哈哈哈哈 好啦 我們吃完了 你看每個人都在打包了 太好吃了 第一個 超便宜 第二個 它生意一直來一直來 第三個 它的肉蛋吐司 真的是非常的有古早味 尤其是它的那個 炸雞腿的那個腿排 超好吃 它外面很酥 然後裡面那個 真的是有夠嫩的 然後你看 又是加點 它加點那個 福岩花生醬的肉蛋吐司 也是超好吃的 這家基本上來都沒有地雷 我一定來 我資訊放在影片底下 你喜歡的你可以自己去搜尋 真的超棒的 喜歡影片記得幫他按讚訂閱分享 掰掰 我們要回台北囉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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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喔 喔